最近几天网上有一个食用生活小常识的帖子火了 因为当中有一条是关于玻璃扎菌肉里该怎么办的内容和甄嬛孙力有关系 立马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那帖子里说的小常识究竟是什么又是否正确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6号中午啊 孙力在微博中透露称自己从嘴边拔出了一块十年前车祸残留的玻璃 有图有真相 不少网友看了后都震惊的表示 没想到啊 缓缓原来还是个女汉子 紧接着又有好心的网友转发了一个名为非常实用的生活小常识的帖子 第一条就是玻璃扎进肉里了怎么办 上面写道 若玻璃片扎进肉里可以用面团或者口香糖处理 原来啊 残留在孙力体内的玻璃片 用如此轻松的方法就能取出 这是真的吗 记者准备按照帖子上的说法验证一番 用猪皮代替人的皮肤 首先来验证面团能否取出扎进肉里的玻璃片 拿一整块玻璃放在猪皮上 再用砖头大力砸向玻璃 模拟发生车祸等猛烈撞击时 玻璃片扎进肉里的情形 然后用手清除比较大块的易取的玻璃片 剩下的用面团来处理 可以看到面团的粘性的确能够粘上许多残留的玻璃片 但是在猪皮的表面仍然有玻璃片的残留 类似这样扎进猪皮比较深的 无论面团怎么翻滚就是无法清楚 看来用面团去扎进肉里的玻璃片不太可行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验证方法改用口香糖来试试 看来口香糖的清除效果又略胜于面团 口香糖粘上的玻璃片还真不少 但是它真的处理干净了吗 用手翻开猪皮的表面 里面依然可以发现扎得很深的玻璃片 看来想要用口香糖来取扎进肉里的玻璃片也不是那么容易 生到组织内部的话你这个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皮肤你表皮可以滚啊 但是在组织内部你不能这样滚的 玻璃片散落在这个基层里面的话 你这个滚是滚不出来的 原医师表示如果遇到玻璃片扎进肉里的情况 医生在清理时比较大的玻璃片都是能清除的 但是过于细小的扎进组织内部的 想要一次性清出来则不太容易了 而且留在体内问题也不大 没什么伤害 因为它一个衣物在体内的话 首先被组织叫包裹 包裹以后呢 它就一般不会太往什么 像你们讲移动啊 什么跑拿去 不会这样的 然后呢 它只会往表皮 往表皮排 因为这个机体有排疫功能 它一般的衣物它会往外排的 但是呢 根据这个生前可能时间长短不一样 对于孙力这样长达十年后 自己取出玻璃片的情况 袁医师也表示 不是不可能 但遇到类似的情况 最好还是到医院找医生 清创和消毒 曝光的玻璃还有针 在体内的表皮下面的 它自己也排出来了 上次前两天我就弄过一个 它一个针断两截子 有一截就自己排出来了 再磋破皮肤了 然后我给它拔出来了 看来用面团或者口香糖 取出扎进肉里的玻璃片的小尝试 并不可信 但是呢 用这个方法 您还是可以很方便的处理 残留在地面上的细小的玻璃片 不幸您自己可以试一下